主席 各位列席人員,各位委員同仁,各位美女朋友,請秘書長 請秘書長 各位你好 中選會組織法,可以說,有史以來,在立法院單一法案,對立性最高了 這段歷史,剛剛才過去而已,在民黨執政時期,過去是組織歸程 我們終於看到他要法治法,回復過去的整個朝委立場上面 曾評論,當初中選會組織法,國民黨不習,杯葛95年度,中間政府總預算 那個預算超過環境時間半年,還沒有統計 然後整個國家中間政府總預算,包括所有預算都不能執行 國民黨為了這個事情,付出這麼多慘痛的代價 也不顧社會形象,那朝委,因為這樣,十二門,完結燒破,大家都判掉 十任立法委員的吳敦義,天天在罵,說中選會 這個,這個不公正 他今天,這些委員是他提名的吧 是的,他是9月21號提名,送到立法院,9月10號,院長到任 OK,吳敦義是一個政治性格非常強的人 今天在這個中選會提名過程中,也有一個最大問題 就是說,自從政黨輪替以後 馬英九以及9月21號一直交代國民黨黨團 無論如何,中選會組織法要提早 提早修法 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 這樣一個,目前中選會,事實上 賴竹菲雖然一直講說,正常角色不要介入 跨家名單,沒有一個人會有信心 包括國民黨,也要提獨立機關的退場機制 現在,行內組織法修了以後,獨立機關 獨立機關,獨立機關,可能連中,那樣都不是獨立機關 中選會維持的 這段時間我們也看到 國民黨一直提法案組織法 要把檢查總長退場機制也修出來 這些東西,在在顯示 國民黨要控制獨立機關 所以,賴竹菲雖以後 這是一個非常責任重大的 可以看到,成了出來 國民黨政治的手從來沒有 沒有放棄他深入任何的地方 我今天要問一下問題 中選會 這一任的中選委應該做到什麼時候 他是中選委委員的任期 他是原則是四年 但其中有五位 我們任期 應該在當時啊 看什麼時候通過 我們現在講新的保護衛生就好了 悉尼 叫 黑點沒 大家有明鏡點沒 金正男鏡點沒 張正 張正雄這一任 應該做到什麼時候 他現在這樣齁 就是說我們新的委員會成立 那麼當然既的委員會自然交接 貼開這個 剛剛通過中選組織法 這個是 實在地法院後來是 這一屆是用表決的 那我們 我們不採取過心 用對抗 強烈對抗的立場上 中選委員會到以前 搞過政黨比例是 雅洋是這樣的鼻子 後來被噴 這個都很危險 這任的任期應該做到 明年6月16號 是不是這樣 他是不是 他是我們這個 已經法制化以後 這個法制化是 全國大家一致的期待 現在就是任期到6月16號 這很重要一個 憲法的新來保護原則 國民黨為什麼 我在中黨被他 我很清楚 明明是天天來 每天來拜託啊 中選組織法很難受 他說他壓力很大 包括劉道寫馬英九 都一直壓他 要趕快把中選組織法 在他們 他們政黨的事情 馬上修到 修到 修到變成這樣的 修到成功 法通過以後 就自然結論 這個是 違反的整個 新來保護原則啊 這政黨的手 一直急於深入中選會 是不是這樣 沒有沒有 我跟柯委員報告齁 中選會 中選會的法制化 大概是全國一致的期待 你現在 這個行政秘書長 坦白講 你的身體來回答這個問題 既不過 前衛信也不過 都不過 坦白講 這些都政治 我們今天要看整個 審查在中選會 這些委員 包括我們要提 提婦議案啊 就是說 我們要把他考處長 讓中選會 中選會 能夠在 任期居滿以後 才能讓他產生 這樣才比較合物道理 但是國民黨在上禮拜五 去表決婦議案 把他表決出來 今天馬上排 這是怎樣 要趕快採人體 選你錢 要趕快掌控中選會 這個國民黨的心態 司馬大作心 路人皆知啊 否則國民黨過去 為了中選會 這樣一個單一法案 主治法 搞了私憲 搞了大家吵架 付出所有的代價 總共沒有過沒關係 這一幕 所有惡劣的印象 都在全國老百姓的眼中 但是他們既然 既然 既然還是執政 能夠執政 當然那是一個問題 所以今天 我們要談的就是說 整個這個法裡面 最大的問題 物理點就是說 他把人家提前改任 你現在去引用第三條 你的發明書 你再用第三條 第三條就是 任期到了 才能夠下來啊 那你現在用十二條 法通告以後 把它清清清清清下來 想要這樣的任期的保障 都沒有 沒有辦法監守這個原則啊 執政的論 這些法律都是無效啦 我要請 賴主委 柯委員好 你用 憲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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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他現在中選的組織法 你歷史也蠻高的 你也歷史 你法學也素養不錯 這法這樣 有沒有 前後 有沒有進合 有沒有問題 第三條案 第十二條 這個第什麼法啊 我想這個 不是我能夠回答 因為這個是大院通過的法律 那有沒有 你歸開 你為他當主委立場 你用法律上司來講這條法 就好 你用法律常識來解釋這個東西 這個法是 坦白講 這不是立法案 稍微無意的通過 這兩個表管 用表決的 處理的 當然我們這次沒有作用打架的 所以這個法 我剛才講的那一段 你應該都是在當委員嘛 是 為了中選會組織法治法的問題 搞到事先搞到吵架什麼都弄過 甚至你中間 當然很多人想 民生棄異 就是這樣 中選會 我們要 讓他有 徹底的獨立機關的色彩 國民黨從來沒有把他當作 把他當作一個他的精卵 國民黨不在怕什麼 因為管你 你對以前 十二五號選舉前 要趕快中選組織 這些救委員全部換下來 因為這些都是 前朝一老趕快換下來 所以 這是十二五號選舉 萬一有任何病數 可以不公告 後對國民黨做有利的解釋 實際上 這樣 大家都很清楚 後來他們到這些 包括你任期到明年六十六號才到期啊 為什麼選下來啊 是不是啊 這裡面幾個 紀政黨也是救委員的嘛 那個 檢察官也是救委員的嘛 這個 我問你一個法例問題啊 萬一救了委員去打官司的時候 你贏不贏啊 這個會牽涉 這個違憲 這個法跟違憲 會牽涉視線的問題 對 視線是打官司 我們在這裡沒辦法判斷 會贏 而且我講一句 這個 你們這裡面 待在每一個都是職業律師啊 這些到法案一起打官司的時候 行政會贏嗎 通過這種法案 把人家提前解任 會贏嗎 我講不曉得對不對 但是就是供這個客戶員參考 就是原來被冒黑機關 是因為根據行政命令 組織規程 黑機關 行政會現在有多少黑機關嗎 沒有法制法多少啊 用法律規定 除了一間強調這個 這個從李正會時代 從以前到現在 中學院都是存在的嘛 事實上 我要問你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可以講說是 做得不夠桌炎 但是法律上 憲法上有沒有問題 不是 假如先任的中學院委員 你們通過以後 他記不下來怎麼辦 他要跟你打官司 明明事長 這事情要處理 人家要把你搶下來啊 會不會選啊 我想我們一切是違法辦理 這法律條文 已經在十二條定得很清楚 所以 編法施行前 以派充的匾會委員 及新委員 以編法施行後 依第三條規定 委員任命之日 次委任滿這些 這個國民黨亂搞法案嘛 國民黨是無所 不用齊齊 為了政治無所不用齊齊 但是今天我要 針對那主委的人來講 你 我現在你只要當主委 眾選主委也要說 你認為選政選務 是不是應該分開 還是合一 這個是根本性問題 今天中學院 只要辦選務的話 這根本是屬於 念這個問題下一個 一個師在管的啊 你中學院是一個獨立機關 這個層次差這麼多 選政是念政部在管啊 念一個師 一個科長在管啊 中學院只辦選務 這東西有勞這麼多 什麼選者專家嗎 這根本問題沒有解決 中學院存會根本都是 中學院有什麼存在價值啊 選政選務要不要合一啊 報告科委員 選務跟選政的這個區分啊 一直是中選會的痛 為什麼呢 中學院根本就是 就是一個很柔硬的機關而已啊 因為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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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這個之後 辦選務的還是什麼 大家還差有幾次 接受 接受什麼 總議前行使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問題 能夠在大院的這個 英明的這個 立法之下 有所解決 我們今天就為了選政選務 應該合一跟國民黨對抗啊 在立法院表決啊 我們把中學院會 他獨立操案的立法 應該亦以提高啊 否則你的選政指示 你選政你摸不到 你跟他辦公室 一階段兩階段 這裡有就沒有 搞一些小事情 你中學院會 跟我們獨立機關 一點意涵都沒有 都沒有吧 你做這個還有什麼功能感 而且 你現在 中學院會雖然政黨不一定 不能超過三十一 這樣阿批的時代 包括民進黨執政時期 民進黨執政時期 包括趙淑健 是不是國民黨籍 是不是這樣 游光啊 是不是國民黨籍 是啊 簡單啊是不是國民黨籍 我們提名的報告 立法會實在提名 中學院會都一定保留給政黨 這個政黨 今天 無論你提這種名字 輕易設 除了國民黨以外 還有那個 因為超過 超過這個 我看你這個秘書長 蔡宜希啊 反過國民黨人嗎 假裝退黨 不會超過三分之一 其他全部 親 親男學者吧 親男的人嘛 這種中學院會 你說來這裡 宗憲審查 那什麼東西啊 中學院會 你剛才從頭到尾 一直說中學院會 不要介入政政 獨立操來 坦白講 首組是架構上 根本這中學院會委員 沒有什麼光榮感 現在 民進黨執政 還找劉光華 還找趙淑健 是不是這樣 要減太陽 今天這個名單裡面 哪一個是民黨籍 各位沒有啊 是不是這樣 而且裡面 坦白講 過去有瑕疵 一大堆 剛才大概執行過 不好意思 一一點名 那都很清楚吧 所以我們對這次中學院選 統一政黨 政黨的部分 你要怎麼樣 馬英九無敦議 你要做一個表面 也應該 民進黨都可以提名什麼 國民黨委員 一個都不提 就完全一言堂嘛 然後憲法 現在保護原則 基本的方向強也不見 國民要修法 提所有獨立機關推廠機制 所有家 你們這些委員 來他當這個有什麼意思 他現在要修 獨立機關推廠機器 修好了以後 哪一個不配合 就把你弄下來 這國家是這樣搞的嗎 民眾生啊 秘書長 你要跟國民先說一下 這種中學會 還有這種中學會 我們今天在審拿什麼東西 我看不懂 他們要一點意義都沒有 是不是這樣 行政選務合一 我希望 你 賴豬 未來的賴豬偉 你應該就中學會的立場上 重新 來檢視這個事情 應該跟國民黨好好談 這次在修法的時候 我們跟國民黨協商了十幾次 歷史不同 你現在的選政 念政務底下一個師在 一個客員在管的 你們根本摸都摸不到啊 你們現在這樣 中學會 只是國民黨義用的工具而已啊 各位要很清楚 美西民獨立機關 何來獨立之實啊 所以 賴主委 大家都對你很尊重 好 我希望 你當主委以後 好好去思考這個問題 持平的問 報告科委員 這個縱使有科委員列舉的許多缺點 但是 這些缺點都是結構性的問題 對 我們在這個 法律允許的範圍內 我們會盡量讓中選會發揮他的價值 我們不是為 報告阿 你本身 現在也是 行政公投審議委員會的委員 你應該辭掉 我會辭掉 應該辭掉 你的投票權文給 你這個東西才寫你 公投審議委員 你是反對公投 反對法公投的人 知道嗎 坦白講 你們這些委員 沒有人對你們有放心啊 在一個國家客觀的立場上 我希望你 趕快辭掉 他沒投票以前 沒投票以前就辭掉 因為在貴宴通過後 你贏不了 你把他一辭了 跟提名辦也換下來 不讓你當主委 判劉忠德阿 不是 如果我先辭的話 我好像太自大 我太有自信了 所以我是等貴宴通過 你現在本身是中選委員阿 你還要幹什麼行政公投審議委員 這早上本來就充足那些 高度正義性的東西阿 那位置是高度正義性 行政公投審議委員 你現在在實現喔 這結構都有問題阿 好 好不好 你要 應該提前去辭掉 好不好 是